今天焦点来看到的是国民党今天晚间举行了中山汇报 根据了解三位现任的副主席 林峰正 詹春博以及蒋孝岩 以扩大党内参与为由主动请辞了党内职务 至于三位副主席的职务将由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北市长郝龙斌以及台中市长胡志强接任 这项人事案将会送交明天召开的中常会通过 党主席马英九启动党内权力布局的改组 郝立强正式挤身为党内高层 接下来如果朱立伦接任第一副主席 渴望成为党内第一接班人选